新的一周,按照惯例,让我们来看看男女球员单打排名的一些变化 先来说说男子网谈 上周,在德国举办的斯图加特草地赛落下帷幕 最终美国球员蒂亚福以4比6、7比6、7比6的比分击败斯特鲁夫 掌握了职业生涯首个草地赛冠军继第三座巡回赛冠军奖杯的同时 也获得了250积分 凭借该积分,美国人的单打排名从第12位首次跻身世界第10 有意思的是,截至目前蒂亚福的三个巡回赛单打冠军分别涵盖了印第、草地和红土 2018年,他曾在印第赛德尔雷海滩夺冠 今年早些时候,他又在红土赛休斯顿夺冠 在周日夺得草地赛斯图加特赛冠军后 他告诉记者说,我现在在所有场地类型都拥有冠军了 这充分说明我是一位全面的球员 只得一提的是,男子排名前世球员当中的德约科维奇 梅德维杰夫及西西帕斯目前也达成了这一成就 在三种不同场地类型均有冠军 另外,在世界前十的榜单上,还出现了另外一位美国球员 他就是弗里茨,目前排名第八 这是自2012年5月7日的那一周以来 同时有两名美国男子球员位居世界前十 上一次同时位居前十的两位美国男子球员是费什和伊斯内尔 说到位居前十的美国球员女子方面 佩古拉及高福均分别位居第五和第七 上一次同时有四名美国球员位居前十要追溯到2009年1月26日 当时罗迪克·布莱克分别排在第九和第十位 而小威廉姆斯和大威廉姆斯则分别排第二和第六位 继续说回男子球员的排名 另外一名美国球员保罗在斯图加特赛之后 单打排名从第十六位升至第十五 距离世界前十也非常接近 另外,上周另一项ATP巡回赛的冠军获得者 荷兰球员塔伦格里科斯普夺冠后 世界排名从第38位上升至第29位 职业生涯首次积身世界前三十 而老江木雷上周在诺丁汉挑战赛夺冠后 单打排名从第44位升至第38位 这是他自2018年4月23日那一周位居第34位以来的最好排名 最后再来说说男子世界第一的争夺 本周由于德约科威奇修赛 世界第二阿尔卡拉斯 如果能够在本周正在进行的ATP500女王杯草地赛夺冠 那么他将会在下周取代德约重返世界第一 女子球员方面 凯蒂·博尔特在诺丁汉赢得生涯第一座WTA冠军奖杯之后 单打世界排名从第126位飙升至职业生涯新高的第77位 据悉,博尔特曾在2019年2月创下了他职业生涯的最高排名记录 即第82位 不过那之后因为被捕伤势 他不得不休赛半年之久 排名一度跌至400位 随着他在诺丁汉赛夺冠 目前可以算得上一切重回正轨 来源 网球之家 作者 无理去闹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